首先關心的是 國內的新冠本土確診 已經破萬例了 新增了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三 例的本土病例 其中新北市標迫了四千例 而臺北市兩千多例是居次 另外也新增二十八例的中重症患者 當中兩例因為重症死亡 兩個人都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 而因應三加四的居隔政策 跟快篩實名制上路 指揮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居隔關懷包公費的快篩 成人還有大學生 是從五劑減為了三劑 而國小到溝中身是提供兩劑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二十八號週四新增一萬一千 三百五十三例 再創單日新高 疫情分佈全臺二十二縣市 其中新北市標迫四千例 臺北市兩千多例居次 桃園也有一千多例 另外也新增二十八例中重症患者 當中有兩例因為重症死亡 兩人都從未接種過新冠疫苗 這兩例死亡的個案 都是六十或七十歲的男性或女性 那都沒有接種過疫苗 此外考量三加四居隔新制 及快篩實名制都已經上路 為了保全防疫量能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即日起調整 居隔期間的公費快篩 試劑發放數量 從原本五劑改為三劑 並強調四天自主防疫期間 非必要不出門 快篩陰性才可以出門 學生四天自主防疫結束後 快篩陰性才可以上學 因此大學以上學生發放三劑 小學到高中生則發放兩劑 針對臺北市長柯文哲 此外 為了簡化確診通報及居隔單 開立流程 確診者自主回報系統 預計五月一號上線 陳之中強調 要讓事情越簡單迅速 能夠確實保障大家權益 也減輕衛生人員負擔 而因應確診大海浪來臨 基層醫療運所也將投入社區防疫 包括辦理輕症患者居家照護 家庭醫師催打疫苗 到宅醫療 以及耳鼻喉科醫師 社區裁檢等事項 記者 賴學名 蔣東翔 台北報導